看看火箭在泰国的人气有多高 先送点小礼物啊 主办法 火箭的表现也没有让众多球迷失望 本来以为他去打表演赛去了 没想到还是来了 最新的比赛 泰国6红球四行赛 小组赛 晚场亮相 6红球邀请赛虽然难度没那么大 观赏心也要弱一些 但是他奖金不低 那个冠军奖金好像也是9万磅 不低了 这一卡跳过几颗球 泰国这场转播啊 真的太一般了 甚至可以说是事故频出 这比赛就刚还没打热手啊 就一下没了 所以6红球比赛完全是奈弗尔的 给一个机会就拉下 49 53 58 表演个镜台 白球能不能到位 54 可以到了 我先检查一下 这白球怎么今天不是轻生的呢 再看两局 1 真的是啊 刚肉身 然后嘿 这一局已经完了 哇 我见这个赛季还没有排名赛冠军入战啊 都是腰前赛 所以巡回锦票赛 暂时还没有资格 只剩下最后一战比赛了 就是WST经营赛 必须要多冠才行啊 打进25 还需要红球啊 两颗都需要 没问题 看K球了 可以球怎么样 精细活 运气差了点 哎呀 这一局还有变数 没超分 小罗伯这个几米罗伯逊 这个大臂啊 歪的呀 你看看 大臂歪这就打厚 27 单局地转的枪还有变数 其实像几米罗伯逊这个大臂歪这么多的啊很少 估计就一两个啊职业里边 他这种有时候就不知道是自己出干的问题啊 还是大臂的问题了 三米尼 我没有听见 三米尼 三米尼 比方来到四米射 四米射 四米射 我是没听见 四米射 五米射 八米射 三米射 四米射 四米射 一次 所以6红球世纪赛 就是一个降低难度的 然后邀请各位球员来表演的 打出自己的好成绩 很容易一干自身 打进黑球超分 要不要K一下 没有就好多K了 翻带也是防守的位置 防了一会火箭再翻 这个比赛要到后边可能会精彩一些 但是变速依旧很大 火箭好像就打了一场 还需要再打两场 5比3晋级 看看现场的观众 走到哪 好像都是人气大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